OK,接着我开到这个画面 因为这个程式启动需要一点时间 我开的是这个 System Administration的SE Linux Management 专门做SE Linux的控制跟设定 我在这边专门搜寻FTP相关的设定 FTP相关设定这边有一个重要的重点 就是这一条叫做 允许FTP读写使用者加目录的档案 你看它的参数叫做FTP Home DIR 也就是当我这个东西没有打开 没有打勾的时候 Local User是进不去的 这是许多人在用CentOS的时候 不求圣洁的地方 所以你是我们的学生 你应该看清楚 而且请你看清楚 有关于SE Linux的描述跟设定的过程 我们会有专门的章节 来谈SE Linux 不是在这里 所以我现在先登出给你再看一次 如果我登入的时候写的是 GIMMY密码都对PASSWORD 现在的状况是 虽然Local User被启动 可是使用者没有办法进入加目录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使用者没有办法进入加目录 那我们就很沮丧啊 使用者没有办法进加目录 现在的原因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TEL-FVARLogMessages 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SE Linux拒绝FTPD们 去读取使用者的加目录 如果你要进一步看到这个讯息 你可以按这个 按了以后呢 它会把一个报告给你 在这个报告上面 就会告诉你 这个东西使用的方法 或是现在SE Linux的设定 的状况是如何 那为了能够让Local User 进加目录 并且我还想要把它锁起来 现在有锁跟没锁 有什么差别 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 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用Log上面 锁标示的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叫做 SE Alert-L 去看到完整的报告 SE Linux的错误报告出来的时候 请你把它拉宽一点 你可以看到 这边会出现了 它的 这个最后 拉到最后 SE Linux拒绝FTPD们 读取使用者加目录 后目录底下的东西 你可以看 Sea Full Arrow Report 这里就会有完整的报告 它希望你去执行 这个SET SE Boolean-Policy 大批 FTP Home DR1 把它设为启动 等一下 我们回来看这里 这个文字的部分也是 我Ctrl C 我把它的指令贴上去 它的指令叫做 SE Alert 后面一堆UID 我从这里贴上去 你看 它出来的报告 就是下面这一份 可以吗 它出来的报告就是下面这一份 下面这一份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在存文字的环境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把Log后面的这一段 Core起来 然后直接执行它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它会跟你说为什么 拒绝FTP Demon 读取用户的加募录 也就是Home里面的范围 SE Alert 拒绝了FTP Demon 读取使用者的加募录 有人尝试都登入 透过FTP Demon 登入到一般用户的账号 这在预设的值上面 是不允许的 如果你设定的FTP 只允许Anonymous登入 那这就代表了 入侵的一种尝试 就是有人在外面尝试入侵 所以如果你想要 让一般用户 可以读取加募录的话 你需要执行这个指令 这一套指令还记得吗 我们怎么去观察 SE Linus对于FTP的设定 它叫做getseboolean-a 它会列出所有SE Linus的Policy 但这个Policy里面呢 我想要专门找 跟FTP有关的Policy 它就会把这个地方 过滤一下 所有跟FTP有关的Policy 都会列出来 那我想要设它的Policy set L-C-B-O-O-L boolean-P-P代表Policy Policy的名称 叫做这个 你可以写一个 它就开了 这个动作需要一点时间 并且你改过Policy之后 伺服器一定要重开 你改过了Policy之后 伺服器一定需要重开 那我今天这台虚拟机 给它的记忆体 可能只有512枚 所以跑得比较慢一点 我把它拉过去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当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它因为在跑 所以它当然反应就会慢 因为这是虚拟机 那我等一下我把伺服器重开 我从外面就可以登入 一般使用者的账号 好 这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我让它切回来 OK 看这个地方 它的CPU用量就很高 用量已经跑完了 它应该已经跑完了 OK 它说 LibseManage TrialProcess SetFile Denied Exit Clinic Install Active 这是刚刚不小心按到的 TrialProcess Couldn't Change Policy Booling 它说它不能调整 Install Active SetFiles Return Error Code 它没有办法设定它的Policy 再来一次 设为等于1 OK 这个时候你看哦 我们把FTP的Home DIR设为1 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重新打开这个视窗 这个设定项目就被打勾了 打勾之后 还没有完 你需要回来 在这个地方重新启动 你的伺服器 Service VSFTPD Restart 重开以后 你可以看到 我们用Jimmy再登入一次 Jimmy PNSSWORD OK 进到加目录了 好 这就是使用的加目录 但是在没有做相关的处理之前 我可以 去到后目录 可以往上跑 看到没 它再跑 LS 跟目录 它再跑 可以跑到ETC LS 糟糕了 一般人 可以看到ETC目录 你当然 不希望如此 所以这个时候 你对于设定档 需要再多加两条 哪两条 就是这两条 ChangeRue LocalUser Password ChangeRue Enable 所以我们随便回来 打开我们的设定档 VSFTPD 至于你这两条 要放在哪里 都可以啦 没有说一定要放哪里啦 你就放在下面 你说 ChangeRue LocalUser 等于Yes 小写也可以 Password ChangeRue Enable Yes 这两条对一下 有没有拼错字 ChangeRue LocalUser Password 这边注意 Password是 PSSWD ChangeRue Enable Yes 这两个设设计 这两个设为Yes 之后 伺服器重开 重开伺服器完 再登录一次 用机密登录 那Password LS 加目录 你自己看一下 PWD 这边就是根目录 它被锁起来 它被锁在 自己的加目录里面 用不同的使用者登录 进到的就是 不同使用者的加 它可不可以上一层 再看 LS 还是同样内容 它跑不掉了 所以 如果你要允许 一般用户 LocalUser 登录的时候 你的设定参数 要加上这两条 这样子 使用者登录到自己家 就被固定在这里 使用者 当然可以对自己家 建立新目录 但是 建立新目录 因为它本来就对自己家 有权限嘛 它建新目录是行的 是可以的 不会有困难的 但是问题是 它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家 这样子你的伺服器的安全 才能够获到保障 要不然LocalUser 会是安全上的一个 很大的疑虑 注意看 这个设定档 在这个地方 针对 这两条 Anonymous Enable 跟Local Enable Local Enable Guest就不Enable 然后呢 Change to Local User Password Change to Enable 这件事 请你千万要注意 所以我们这一段 先到这里